好消息 今天呢 TPAS同情月票已经上落满一周年了 现在交通部在立法院交委会又进行了专题报告时 预告了TPAS2.0方案已经在规划了 原因要推出试用天数不超过14天的定期票措施 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之前就会来事办跟推动 希望能够照顾到不是同情族 但是短时间内你也需要大量搭乘大众运输的人 而根据统计啊 其实目前全国已经有19个县市推出了24个通情月票方案 澎湖县的方案今年8月才会上落 宜兰县的2300元月票方案则是预计在9月要实施 好这个TPAS这么的行这么多人爱用 我们来统计一下它到底有多少人次使用 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4月呢 在这个全国所有有上限的城市来讲 平均每个月1.82亿人次使用公共运输是大大的提升了使用人次 比14之前呢是新增了12.7%的人来使用 那在新增的各件事当中 新增最多的就是南高屏的运量了 增加20.5%是最多的 而且呢因为TPAS其实能够用很多的大众交通运输工具 像是公车啊捷运啊甚至是Ubike自行车都可以 那以这所有的项目来看的话 自行车是成长最多的 23.8%成长最高 而且TPAS航道啊就连交通部都说啊 成效真的非常好 去年的运量成长幅度是已经达到了年度的总目标 所以预计今年会再提出后续的推动计划 要来争取2026年以后 可以常态来持续推动TPAS的预算 好我们再来看到TPAS这么行 其实呢也加速了这个车站周边的房价上涨 因为TPAS非常便宜 大家可能可以住的比较远一点点 就带动了一些比较冷门的地方 房价有上涨 我们带你看业者统计 有北北基陶的台铁车站周边1000公尺内房价的表现 在TPAS上路之后呢 以中立车站的房价涨幅最明显涨了16% 那中立当地呢除了生活机能很完善之外 搭台铁大约是50分钟就可以来到台北 台北生活圈 那未来呢还有铁路地下化 捷运机场线还有捷运绿线 延伸到中立等等重大的设施完工 外界都非常看好这里 那再来到第二名是台北车站 不用说就很方便 TPAS上路之后呢房价也涨了15.2% 至于第三名则是内力车站 那内力这个地方是受到了桃园 以及中立的买方外溢到内力的影响 再加上呢TPAS加持自然的这个房价 也涨了13.7%是第三名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房价上涨之外呢 车站旁边也有越来越多人买房了 我们可以看到TPAS上路之后呢 其实是以板桥车站旁边的房子交易量是最多的 增加了20.7% 细科车站也是增加了12.2% 那刚刚有提到的房价同样飙很高的台北车站 也是增加了12.1%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交通政策 也就是TPAS很便明 然后民众都觉得相当方便又相当的划算 自然可以推升这个房市也跟着热起来了 今天观光署就公布了 这个被26家旅行设备废照以及解散 马上带你来看到千万不要跟他们来进行交易了 以免求偿无门 第一个呢 废照的总共有6家 第一个就是美加国际 也就是大家很耳熟的年代旅游 那之前呢就曾经发生过了富国岛丢包案 那经过平保协会的公告初会之后呢 他并没有依规定补缴旅行业的保证金 因此被撤照了 再来第二个呢是哈勒旅行社 那哈勒旅行社就是跟先前发生食安风暴的保龄查室负责人 同名同姓 他们有同名同姓的负责人 所以呢 徐县基查呢也发现 业者没有缴组保证金 也同样是被撤照的 那另外4家被撤照的 则叫威祥 何萨纳有钱真好还有力群 那当中这一个何萨纳旅行社是有民众去年报名参加了以色列的圣地团 付了2万元的订金给旅行社之后 后来以哈战争开打中东形势紧张 民众想要退团 但是迟迟联系不上业者才发现 他原来是已经被撤照的旅行社根本被骗了 因此提醒民众 在旅行之前呢 一定要上网查这个旅行社是不是合法合格的 以免被坑钱了 那另外呢 还有20家的旅行社结算 我们就不一一写出来了 这边的是台北市比较有名的 像是上选 震态 环台 卫风 四季等等 总共有20家都在观光署可以查得到 所以民众在出油前一定要多加注意 好 如果想要跟合法的旅行社跟团一起出国的话 去旅展一定是最有保障的 因为这都是被选拔过的 那可以来看到 2024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7月12号就要来登场 1.3天到7月15号 在台北市贸易馆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先知道的优惠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旅天下旅行社 早鸟预购最高是折2万块钱这么多 那还有航家旅行社 北欧10天 早鸟第二个人 也是可以减免6000块钱的价格的了 那像是国内的旅游啊 五行饭店啊 人际餐券2.7则起 住宿券也有一则起的超杀低价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最近两岸关系非常紧绷 但是跟这个国际夏季旅展同步开展的 还有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 这个呢就是要两岸的促进两岸的旅游 那这次呢中国的工部门都来了 最高层级的官员是安徽省文旅厅的副厅长 那除了官员之外呢 还有中国的旅游企业啊表演者等等 总共有155人来台参展 那这个规模呢是疫情之后 中国来台最大的参展团 那预计呢 中国会在这个旅展里面设有75个摊位 如果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去看看 不过呢其实很多民众心里都还是有点担忧 就是因为我们两岸的禁团令 其实还没有解除 不过之前行政院宣布了 有条件的松绑附路禁团令 所以6月1号前已经规划的旅行团 是可以继续执行的 所以我们看到统计数字 其实3到5月的时候 已经有4000团11万人来前往中国旅游了 6月的时候呢 则有540团1.1万人 也是到中国来玩了 那不少业者都说啊 其实现在禁团令没有解 但是是生意照做 照接团 只是你不能明面上的放上官网卖 私下还是可以继续做生意的 不过观光署啊 碍于禁令其实还没有解开 所以观光署的这个旅行业组长 他们就有说了 禁团令还没有解开 还是有业者会遭检举上架 中国的旅游行程 那目前呢 事先规券为主 那目前是还没有开罚的案例 不过呢 很多业者也是屁屁串 只敢在私底下继续做生意 以上就是最新的推波讯息 外食足的荷包又要哭了 因为最长中午会点的八方云集 水小温锅贴吃起来特别快 现在又要涨价了 每颗呢 是要涨0.4到0.5元 平均的调幅来到6%到7% 那简单来说 就是每一颗 6.5元要涨到7块钱了 以后呢 点起来10颗就是要70块钱 还有除了八方云集之外呢 其实现在的buffet也涨价了 市集还有想想呢 平日的下午餐 从990元涨到1090元 等于它现在全时段都破千元了 每个人去吃都是要掏出一张小蓝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八方云集就出面来解释了 为什么要调涨呢 不外乎就是因为原物料的价格波动 还有电价上涨 以及缺工的问题 人事成本也会跟着上涨 那现在物价上涨了 很多人可能就想说 那我们薪水也要跟着涨啊 所以今年元旦开始 其实基本薪资就有调涨了 像是月薪就从26400元 调整到了27470元 至于每小时的基本工资也变多了 现在已经变到了183块钱 那大家的基本薪资涨了 军工教也想要涨 所以行政院长 主任太就已经踩市了 明年军工教调薪幅度 预估至少会3%起跳 甚至会比照今年的调幅维持4% 而这是自从2001年以来 政府首次打破惯例了 连续两年对军工教人员来调薪 不过这也就引发了在野党的忧虑 上市国民党的立委林德福 今天就在立法院裁委会来质问 提出疑问了 他说军工教明年加薪 是不是会间接的引发通膨螺旋呢 那所谓的通膨螺旋这件事 意思是当物价上涨的时候 劳工就会要求压加薪 导致厂商的人事成本增加 进而再度的提高商品价格 等于物价上涨陷入了一种 螺旋式上涨的恶性循环 不过对此 央行总裁杨金龙就出面解释了 他说在学理上的确是有可能 有这个机会 但台湾应该比较不会发生 因为军工教的调薪跟基本公司调涨 其实不太相同 性质上不太相同 但是基本公司调涨的确是会影响到 中小企业还有小商家 可能会把公司转嫁到商品售价上 是比较直接的关系 但是军工教影响比较不会那么直接 冲击上来讲 会比调高基本公司还要再小一些些 所以他认为在两大前提之下 在经济稳定成长 还有政府财政税收可以允许之下 这两大前提之下 加薪是合理的 因此他也提醒民众不用过度担心 毕竟在高通膨的时代下 人人的荷包都缩水都不好过 适度的加薪才能维持生活品质 以上就是这一节推播内容 首先要带您关注 法国巴黎奥运 再过两个礼拜就要隆重登场了 那趁比赛还没开始之前 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除了各大体育赛事的金牌争夺战 很值得观赏之外 还有另一样东西也是特别引人关注 那就是您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台 空中计程车 好就在昨天 这个法国政府对外宣布了 要在奥运开幕地点 赛难河上面打造一座漂浮停机坪 那这毫无疑问就是要提供 这个飞天计程车垂直起降使用 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 这绝世罕见的服务 并不是24小时全天候进行 根据巴黎官方的声明 停机坪载客的时间 只有从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 而且每小时的班次仅限了两趟 所以这么看来 也只有绝少数的信任人 可以获得这种在空中俯瞰 奥运竞赛难能可归的经验 好那么想必大家都想知道 究竟是何方神圣 要接手这个飞天载客服务的重责大任呢 据了解被选定的就是 德国新创公司Volocopter 他们所研发的这个双人座航空器Volicity 好那根据它这个试飞的画面 就可以看出 机身上一共装有18个电动旋翼 让它兼具直升机 还有固定翼飞机的特性 而且娇小的机体 轻炒的设计 也让它有办法 动作敏捷的 在都市环境中穿梭自如 但更重要的是 这款航空器 全是由电力驱动 不用耗费任何一滴化石燃料 这不仅让它大大的减少空气污染的问题 连在噪音的方面 也比传统飞机引擎小声很多 那么这个开发者就认为 要是能在巴黎奥运 成功示范它的卓越运输能力 将让澳洲朝空中计程车普及化 又更进一步 好再来我们把镜头 转到中南美洲的萨尔瓦多 带你看看 在这个黑帮猖獗的国家 其实政府也不是省油的灯 就在今天稍早 萨尔瓦多的法院 开庭审判几名国际犯罪集团 MS13的成员 始终最受关注的一个 就是外号就是尊于的黑帮分子 他过去坐监犯客的记录 真的是多到数不清 一共犯下7起谋杀罪 25起共谋杀人罪 37起勒索罪 甚至连军人都敢杀 那面对这位最大恶极的重刑犯 法官当然是要处以急刑 但问题来咯 萨尔瓦多境内 目前是废除死刑的状态 那这样这位罪不可涉的凶贤 该怎么处理好呢 幸亏这个庭上的法官 也是个狠角色 他毫不犹豫的说 既然不能判处刑 那就直接给你 1420年有期徒刑 而稍后除了这名千年囚犯之外 其他三名帮派成员 也分别定限 764年 567年 以及148年徒刑 只能说他们下半辈子 一定会在狱中度过余生了 那么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这几名重刑犯 都被关押在一个 去年才启用的反恐先进中心 也就是画面上放的这一处 这里堪称是全中南美洲最大的监狱 可以容纳4万名受刑人 还随时有600名军人 外加200多名武警全程看守 所以这些帮派分子 已经到这里来 恐怕是连想越狱的念头 都从此打消了 好那最后要跟你聊聊一个 学生跟家长们 一定都相当关切的议题 升学 就在昨天国内的高中免试入学 放榜了吗 那其实在邻近我们的越南 最近也刚好是 公私立大学重点的招生期 只不过有一间大学 叫做越南河内国家大学 商业管理学院 却是爆出了巨大的争议 因为校方招生条件 除了看成绩之外 竟然还对入学者的身高 设定了门槛 根据校方的公告 想来这边念书的男生 身高一定要超过165公分 而女生也至少要158公分 好那想必这个奇怪的规定 一出就立刻掀起了 全国舆论踏罚 因为根据最新的统计 越南人平均的身高是159公分 男生平均164 女生则是153 所以按照这个校方的逻辑 全国一半以上的人 都不能进来读书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规定 而眼见许多学生跟家长 群情激愤 这所大学的发言人 也立刻亲上火线解释 他说了 学校成立的宗旨 就是要培养未来的领导者 还有卓越的管理者 而身高就是一个 至关重要的领导力和自信的因素 能代表学生不只有专业能力 身体状况也很良好 但没想到 这个校方这一方解释 不但是灭火不成 还让火势烧得更旺 最后只好在教育部 介入的情况下 撤销规定 以上就是这节的国际推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